歡迎節目主持人余承慶 歡迎收看王子的約會 讓我們在一起吧 寶貝 謝謝大家 用準時跟我們約會 明天就是中秋節了 不知道大家希不希望在 跟家人團圓之後 再找另外一半 跟她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今天就是你的機會了 因為我們現場有26位 美麗的女生 對著你來約會 歡迎他們 今晚期會 喜歡的 好 Yes the final I want you, mind you so delicious I think I bet you all the time So addictive Don't you know what I can do to make you feel alright And all right, all right Hey you, you I don't like your girl friends No way, no way I think you need a new one Hey you, you I could be your girl Hey you, you I don't like your love with 謝謝 明天是中秋節 如果妳要約會 想要跟什麼樣的男生 欣賞月光呢 ユリ 我想要找一些爸爸班 從頭到尾烤肉給我吃 然後很照顧朋友 很照顧大家的人 那就找妳爸爸就好了 不一樣 不一樣 這有戀父親節 Mia呢 我想要跟會下廚的男生 然後他在烤肉時 主動拿肉片就問說 親愛的 你要不要吃 就很貼心 很照顧我 廚師就對了 所以會做菜的 感覺來我們這邊非常吃香 到底明天中秋節 也能不能找到你的朋友呢 讓我們歡迎 第一位王子出場 來 妳好 歡迎妳 妳好 是不是 很符合大家中秋節賞月的感覺 美味的 好 我們首先 讓他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大家憑第一印象 對他下選擇 來 請說 大家好 我是來自桃園的陳俊 那我的英文名字叫做俊 然後我的奶奶大家發音都不標準 所以你們也可以叫我俊母 所以會比較親切 俊母 我180公分 然後73公斤 然後我是摩羯座 25歲 謝謝 對於Jim的第一印象 請選擇 她開心到快要掉眼淚了 通常這個一半都有可能 四個算是不錯的 李玲 因為我覺得她講話 太畏畏縮縮 太秀氣了 我很怕我跟她講話 講到一半她會這個樣子 妳是很秀氣的人嗎 不是 你是絲紋型的嗎 就看什麼場合可以變 就是 那你告訴我 什麼場合你不絲紋 現在這麼多人這樣看 我就會比較熟練一點這樣 所以目前這狀況 應該沒有辦法調整對不對 沒有辦法把你熱情 或者狂野的部分表達出來 可能再一下子 要習慣一下 你跟小孩一樣啊 熟了就會鬧是不是 來 蠢蠢為什麼 也是因為耳環 耳環 他真的有戴耳環啊 有 在這邊有一個耳環 是不是有說 左邊還是右邊代表什麼 有嗎 有沒有這個說法 有... 哪一邊 男左女右 男生戴左... 那你來幹嘛 對... 男生是戴右邊是不是 對... 對...我們另外開一個節目 對... 好 面面呢 我覺得他黑眼圈好重喔 比哈林哥好重 對 你覺得我現在黑眼圈重不重 不會啊 我覺得你好帥 那你說得到不過還重 我說你如果覺得我現在重的話 等我卸妝嚇死你 真的嗎 因為鼻子會過敏 就是小時候 所以眼袋都會比較深 對... 亮燈的朋友 有沒有要給他誇獎一下 讓他有一點信心 我覺得他的眼睛很迷人 然後我也是鼻子過敏 所以我懂你的感覺 然後笑容也很甜 我覺得他有很像就是 是個明星的綜合臉 明星臉 來 對 有沒有人要猜 你先不要講 他像誰 愛波 米安東 我... 陳昊明 陳昊明啊 陳昊明 港星陳昊明啊 我講得會傻眼耶 長大的小冰冰 小冰 這就是小冰冰 講也講不清楚 長大的小冰冰啊 對 好啦...算了... 好 對他更了解 當然就要看王子的介紹 大家好 我叫陳俊 我現在的工作呢 就是在幫家裡的土地做 整體的統籌和規劃 那我們家目前有三塊土地 那我們是負責 就是現在其中一塊 我們打算要做 一個花園的休閒廣場 現在這個土地裡面的 跟設計師的討論 還有整體的規劃 跟廠商的聯絡 等等 都是現在武衣籌在包辦的 只怕我自己回憶來想 我會用自己投的東西 我們興趣非常的廣泛 我很喜歡音樂 也很喜歡運動 運動的方面呢 就是籃球以及高爾籃球 這都是從我很小的時候 就打到現在的 那音樂的方面呢 就像你們看到的 我會彈吉他 會不會打爵士鼓 然後我也很喜歡唱歌 我希望找到體貼 有氣質 孝順的女生 最好呢 她也很喜歡往外跑 因為我一定會很努力賺錢 帶你遊山玩水 你整個生活就是一個豐富啊 而且很寬的範圍 你剛剛自己唱歌自己轉成 你有看我的中國好聲音是不是 那有參考一下 有參考一下 對… 好 會的東西挺多的 而且這個很… 有很大眾化的 好像也有很高檔的 家裡面狀況看起來是不錯 小貓 她家境很有錢 我很喜歡 可是 妳是喜歡錢是不是 不是啦 不喜歡錢啊 不是 家境就是條件都OK 外型也都沒問題 但是我是宅女 我不喜歡遊山玩水 那我可以學習 怎麼打那個線上遊戲 妳也願意宅在家裡是不是 就是如果有緣分的話 有緣分的話 來 我覺得王子的條件非常好 可是她講話會一直這樣 畏畏縮縮這樣 像小女孩一樣 對 琳琳妳早就要滅燈了 妳還要講什麼 不是 我會覺得她手一直放後面 很像在偷偷翹小拇指的 對 她在摳屁股 我想問一下 因為剛剛來的時候在 就是有擦那個護唇膏 是口紅還是護唇膏 護唇膏 這個顏色不像口紅 對 然後 然後就等待的時候 你以為她劉文聰啊 等待的時候冷氣在牆 就有點乾掉了 她嘴巴很紅耶 對 所以平常不會這樣子 就會不會 確定嗎 因為想要讓她 想讓她不會黏在一起 你讓你 怎麼搞不開是不是 對 不會啦... 好 你現在放心 因為這個 你把你這個 比較真實的部分拿出來 因為很多女生看到你的 一個比較不自信的部分了 看看王子的推薦之後 她會不會更有自信 我當然我是當醫生 那麼人家覺得我很善良 或是我兩夫妻都很善良 那我看到我兒子雖然會跟我耍脾氣 但是我覺得他還是滿善良的 他是一個在一個很幸福溫暖的家庭長大的 所以她的心智非常的善良 也是很貼心的孩子 如果說是她女朋友的這個領域的話 我會希望她們年輕人 情投意合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 有緣分當我們的媳婦的話 我會建議她們年輕人 能夠追求幫忙 多點支持 你們是在打電動玩具嗎 對色是嗎 而且人家還沒有講到真產報國 你們就在滅燈 還沒講到真產報國之前滅燈的人 告訴我為什麼 就不知道為什麼媽媽講話的時候 結果一股壓力就衝上來 對 爸爸看起來很隨和耶 尤其看到他唱台語歌的感覺 媽媽稍微有一點點貴氣逼人的感覺 是這樣子嗎 之前按燈的人 我從剛開始就觀察她到現在 我覺得她是一個適合當 姐妹的好對象 我不是 我不是 證明給大家看 怎麼樣證明妳不是 是唱歌給女神聽 可以嗎 唱歌給女神聽可以嗎 然後今天就謝謝 就是三位公主幫我留燈 對 謝謝三位 就是天后的副歌送給大家 天后的副歌 OK 我下去好了 我下去你會壓力比較 沒關係 你不要跟我說沒關係... 你這樣子 你說沒關係 你看 對 沒關係 你看 有了有了有一點 好 那我就留在上面囉 好...好嗎 可以cover Cover 我才不cover你咧 來 請唱 我嫉妒你的愛情是如何 像個人氣高聚不下的天空 你要的不是我 而是一種虛擁 有人騰才顯得多麼初衷 我陷入盲目光臉的寬容 我陷入盲目光臉的寬容 成全了你溫重重愛的天空 若愛之心有我 只剩一點點忍受 別再互相折磨 因為我們都有錯 你唱歌一直看我幹嘛 你唱 因為你一直看我 我沒有看你 我從沒有 你一直...我怕我一看你 你就會緊張 比較有禮貌就... 那是有禮貌是不是 對... 我一看你就吐嘴啊 你有沒有發現 有耶 有一點 對啊 所以我一直不看你啊 然後你一直看我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對 你是想我宣布 進舞進入獎金挑戰賽 對啊 那個節目已經沒有了 我們剛剛嘗試提高 他的這個男人氣概 三個女生為你留燈 分別是欣欣 小萱還有愛波 現在到了王子的選擇 王子 你知道喔 是 王子的選擇開始 剩下愛波跟欣欣 你要對他們提出一個問題 然後做出你的決定 好 你的問題是 如果在Facebook提醒你們 就是今天是前男友的生日 那你們會怎麼做 我會先看我跟那個男友 有沒有聯絡 如果我們還是好朋友 就偶爾可能一年聯絡一兩次 我會留一句生日快樂就這樣 他如果已經沒有聯絡了 就很久很久遠的 就不會理討 就作罷對不對 欣欣 我通常就是 看到那個就是誰生日啊 我不會去留耶 我不會去留也不管 就是好朋友也不會 我會 好朋友我都直接傳簡訊 或者是當面說 對 因為我覺得那個很多人 留其實也看不到啊 所以前男友更不可能留了 對啊 就不會去注意啦 了解他們的答案之後 是 你要做出決定了 王子的決定請開始 二十歲的艾波 是古靈精怪的大學生 二十二歲的欣欣 是個有個性的社會新鮮人 笑起來陽光的陳俊 會選擇哪一位呢 恭喜你啊 謝謝 那個她跳舞那集因為還沒 我不要啦 還沒播出啊 可以剪掉這次 播出了不知道你會有什麼感想 這個為什麼會選艾波 她是感覺就是蠻 也是蠻搞笑的一個女生 然後就是感覺這樣會 相思起來會蠻開心的 可是我很有氣質 很有氣質 這兩個字我比較不了解 為什麼會選她 因為我覺得 雖然大家都出來比較畏畏縮縮 但是我喜歡有禮貌的男生 我覺得有禮貌至少比高傲好 也對 兩個人既然對上眼了 就祝福你們在一起去約會吧 來 一個唱歌 一個跳舞 簡直就是歌舞聯歡晚會 就在中秋節的晚上了 王子的約會繼續進行 其實能被王子選上 我還滿驚訝的 因為我覺得其他兩個女生 都很漂亮 然後可能在台上 其實我覺得她是可能有禮貌 又很客氣的男生 而且文帥也有戴耳環的男生 對 那希望下次約會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起吃麵囉 謝謝妳 帶給美心的獨鍾 因為愛過才知情多濃 私底下的我其實沒有這麼害羞 那只是因為在台上比較緊張 然後想說要禮貌一點 那我覺得愛過公主她很可愛 然後感覺她很活潑 平常私底下也很搞笑 那希望可以跟她進一步認識 中秋節王子繼續要跟你約會 我們歡迎新朋友妹妹是嗎 對 大家好 我是妹妹 然後我今年二十四歲 我畢業於清大中文系 目前在網通業擔任專案管理師 好了 中秋節到底有沒有辦法 找到一個人跟你約會呢 歡迎下一位王子 我認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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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奇才 嚴決登場 他的夢想是 可以生四個孩子 四個孩子 您沒聽錯 他想要生四個孩子 傳統家庭觀念 現場女生誰受得了 嚴決該不會被迫提早出局吧